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保护基金应该在通常的框架内服务于提供能源的目的 南佩斯中央医院的首席感染学家在M1电视台表示 新冠病毒在不断变化 但正在减弱 因此它很可能会变成类似流感的间接性病毒 患有严重免疫缺陷或癌症的坏者和老年人仍然处于危险之中 但他们也可以通过疫苗保护自己 警察在巴奇基石孔州抓获非法移民 一辆塞尔维亚车牌的面包车被抓获 除司机外 车上还有20多名非法移民 警方起诉一名涉嫌贩卖人口的37岁塞尔维亚斯基 移民已被遣返边境 当局还在四个边境定居点阻止了更多的移民群体 多脑和水警收到了新的技术设备 三艘水上摩托艇和配备现代雷达和声纳设备的船只 扩大船队 多脑和水警局局长提请注意 想在多脑和游泳的人要找指定的地方 其中匈牙利河段有20多个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